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套餐定价不同 风简尤人 同理 市场上零零总总的投资产品 每一样看来都值得投资 只恨口袋不够深 聪明的基金公司把一篮子投资标的打包成基金 买进一股就等于买下所有股票 这种做法有很多好处 首先是便利性 就如套餐打包各种美食 投资者无需买进所有股票 买一只基金就好 而且 每种食品都下单 总额不便宜 每只股票都买一点 成本也很高 基金打包了就便宜很多 省钱以外 基金也帮你节省时间 试想想 假如你持有20只股票 买卖流程还蛮花时间的 买一只基金等于买下一篮子股票 就方便很多 最后 财经专家常常说的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 如果基金打包的产品种类够广泛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基金的优点不少 难怪市面上有不少共同基金 不过共同基金只能从特定通路购买 要付各种费用 卖出也要赎回费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一般股票软件里看不到基金价格 要在基金公司网站才能找到 ETF同样是基金 有基金的各种好处 不同的是 ETF好像股票一样在交易所买卖 股票券商都买得到 费用也跟买股票差不多 只要打开手机看盘软体 都可以看得到价格与图表 ETF有很多不同类型 有些投资指定地区 例如美股ETF与台股ETF等等 持有这个地区的龙头股 另外也有其他ETF以投资主题分类 好像高股息 行业股票 债券 商品 不动产投资信托 当敢是等等 投资者应该怎样选择 新手入门 可以先分辨主动型与指数型ETF 主动型ETF 是按基金经理人的主观判断投资 埋进主动型ETF 就是相信经理人的策略 要投资金经理人的策略 要投资这种ETF最好找策略与自己的投资风格相近的 如果你是长线价值投资者 就要看看基金以往的绩效与波动率 以及持有哪些股票 如果都是体质不好的股票 过往价格起伏很大 就要避而远之 而指数型 也有人称为被动型 是根据某个基准指数的规则买进 例如美股标普500指数ETF 就是按照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买入股票 这种ETF不靠经理人眼光 报酬率追踪指数 不会与大盘差很多 更适合新手投资人 我在另一支影片介绍了各种美股指数与相关的ETF 请点击简介里的连结观看 以台股为例 最有名的指数型ETF就是元大台湾卓越50 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但同样买入一篮子台股的ETF还有不少 好像富邦台湾采集50 选择追踪同一个指数的ETF 首先可以比较各种费用 既然都是复制指数 表现不会相距太远 投资人获得的报酬率 就取决于这些投资的成本 包括手续费 交易税 经理费 保管费 保证费和其他费用 费用越高 回报就越低 同样追踪台湾50指数 富邦台50以及元大台湾50 在2021年的总费用 分别为0.27%和0.34% 长期投资富邦台50 可以节省不少费用 另一项要留意的是规模和成交量 ETF的资产规模越大 每天的成交量越高 反映越多投资人喜爱 而且买卖也比较容易 某些ETF缺乏交易 要买进与卖出可能会比较困难 富邦台50以及元大台湾50 后者的总值和交易量较高 但前者规模也不小 两者都可接受 指数型ETF追求指数回报 所以报酬率与基准指数的差距 当然是越小越好 从画面可见过去10年 这两只ETF与台湾50指数的走势差异 总括而言 这两只ETF追踪同一个指数 所以持股分别不大 但富邦台50费用较低 在富力效应影响之下 长线投资较为可取 要购买本地发行的ETF 可以用一般券商 流程一如平常买股票 想要投资海外的ETF 可以在海外券商开户 也可以通过本地券商 以赴委托方式下单 希望以上的解说 能帮助你了解什么是ETF 以及投资ETF的基础知识 感谢你观看 我会继续分享更多ETF投资技巧和理财智慧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让我们在投资路途上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